苗栗頭份一間塑膠工廠 今天上午發生大火 所幸當時沒有生產作業 只有一名員工 預防性送醫 廠區內堆放三千多噸的毒化物 也沒有受到波及 不過消防人員不敢大意 還出動了這個無人機 還有消防機器人來協助救災 濃烈的黑煙直串天際 幾公里外就能看見 苗栗縣頭份市 華夏海灣塑膠工廠 十九號上午九點多 發生大火 消防局派出三十九人十八車 前來灌救 並且出動無人機空拍掌握火場範圍 燃燒面積大約三千六百平方公尺 且為了避免廠房塌陷造成危險 還使用消防機器人進入廠房內涉水 苗栗謝夫表示 起火點移思維工廠內的機台 上午並沒有生產作業 廠房內有兩噸大豆油脂 因此火勢猛烈 警校到廠先把一名輕微 傷勢的工人預防性送醫 其餘人員都順利疏散 不過工廠周遭空氣中有塑膠味 還一度下起黑色顆粒霧 有民眾反應沾在身上皮膚搔癢 塑膠微粒還是碳 你看這都黑點 在你身上會有什麼感覺 這沾到皮膚上會很一樣 它因為今天是屬於落風的狀態 PM2.5大概12到20微克之間 標準是15微克 環保局表示塑膠工廠廠房火警地點 距離同廠區化學原料倉庫約100公尺 內部存放350噸塑化劑 3000噸綠乙烯等毒化物 所幸都沒有受到波及 目前當地屬於落風區 監測空品PM2.5 並沒有異常飆高的狀況 提醒下方處的頭份 竹南造橋一帶民眾 暫時避免外出 至於工廠伙市已經獲得控制 正進行殘火處理 卻借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記者 楊明峰彭煥群 苗栗報導